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变更表结构 咱们前几期追加了 增加了一个表 后来说 业务需求变化 所以说表结构要发生改变 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 首先看一下知识点 第一 如何变更表结构 大家请看 就用这个SQL标准的命令 AuterTable 这个命令是 几乎所有数据库都可以用 后面跟上一个表明 再接下来跟上 如何变更表结构 一会儿会看到例子 接下来还有两个知识点 我觉得也要跟您说一下 这是建立和删除缩引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咱们要查询一个表 经常会运到某些个字段进行查询 比如说ID 比如说用户名 比如说用户的邮件地址 用户的调号码 这些字段咱们经常用来查询数据记录 这个时候咱们要给这个字段上加上缩引 那么这个检索的速度会倍增 成倍曾几数级的增长 所以说 所以在咱们税库设计时 也是非常的重要 今天咱们也会涉及到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非常简单 咱们一起来看 首先用杠地命令列出用户表的详细信息 这个没说的 前几期咱们说过 然后咱们看 Alert Alter不是Alert Alter 我老念Alert 念错了 Alter 然后是Table 我变更表 变更哪个表 看User表 没问题吧 干什么 如何变更 大家请看 增加一个Fullname的列 这个列的类型是 挖刹255长度 这样的话 咱们就给User表增加了一个字段 8xR5长度 然后咱们再 杠地看一下User表 是不是已经追加 然后咱们在AlterTable 干什么 把这个字段再Job Job什么意思 扔掉丢掉 抛弃 舍弃 我再把这个字段进行删除 咱们加字段 我加错了 我再删除掉 怎么删 就这么删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表的结构 接下来大家请看 有意思了 我要变更一下 干什么 把User表的 这个player 这个字段名 干嘛 进行个rename 语法呢 叫做rename 然后是字段名 to 一个新的字段名 比如说我把这个NBA的这个player 这个球员名称的这个字段 变成什么 变成NBA下滑线 player 这可以吧 换成说 我就是说 我把这个表的字段名 进行更改 该怎么改 就用到renameto的这个语法 好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表结构 没有问题 接下来这个 realter在干什么事 再把这个 用户名的这个字段的类型改掉 以前咱们比如说是50 后来咱们因为有需求发现 哎呀 这个名字 我接50太少了 比如说字母哥来了 它的名字很长 对吧 所以我想把这名字变成100 该怎么做 就这样做 alter table 然后是用户表名 然后alter 我变哪个字段 然后呢 这个类型 我变成什么 变成挖岔100 这样的话呢 这个表的字段类型就会发生改变 刚才是变名称 现在呢 是变类型 都能做啊 OK 接下来 咱们要加索引啊 为什么 比如说 咱们经常通过用户名 比如哈登啊 库里啊 通过这些个名字去检索他的数据 那么咱们想在这个名字上面干什么 加一个索引 该怎么加 看啊 create index 加索引 给哪加 想先说 后面这个是索引名 这个索引名叫什么 不叫NBA 然后下划线player下划线index 没问题吧 然后空格 on on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用哪个表的哪个字段 或者说哪些字段 建立这个索引呢 我呢 用user表 然后加一个括号 里面写上NBA player 就是说什么 用user表的NBAplayer 这个字段 建立一个索引 没问题吧 当然这个地方还可以加负荷索引啊 但是咱们今天先建一个 多个字段也可以加索引 没有问题啊 好 然后咱们建完索引之后 再看一下表描述 再干什么 dropindex 再把刚刚建设呢 删掉 再看一下 有的朋友说 你是干嘛 建来建去 删来删去的 这就是一个这个实力演示啊 在实力工作中 肯定是 你完全想好业务需求 设计好数据库 然后一次变更 不要再改了 咱们真正的这个生产环境 是这样做 不是说像这开了环境 一会儿删 一会儿吃这个 加的这个不好啊 好 咱们先少许啊 马上实验一下咱们的例子 我现在进入我的数据库 没问题吧 咱们首先干什么 首先先杠D 看一下优渣表 没问题吧 有四个字段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先干什么 咱们先给这个表 加一个fullname 再加个字段啊 咱们数数 现在是 1234 没问题吧 咱们考过来 然后呢 执行一下 再加一个字段 看能不能加进去啊 go 哎 怎么样 奥特表 变完成功 试一试啊 大家请看 加了一个fullname吧 长度是什么 挖刹25 加进来吧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通过 如果您让不信 咱们通过Celete名领 再看一下啊 哎 哎呀 稍等 我这键盘还真是 哎 对 有朋友知不知道 就说我通过这个 Origo这个 Watcherbox 能够把我这个 本地的键盘 映射到这个虚拟机当中 反正我这虚拟机是 英文键盘 可是我本地是这个 日本键盘 所以非常的别扭啊 大家请看 数据出来 这儿呢 是一个新加字段 因为是咱们新加字段 所以这个值没有嘛 是空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把增加的字段 再删除掉 fullname 咱们再删掉啊 这有点吃多了啊 好 删除掉之后 再看一下 删掉了吧 没问题吧 然后打杠地 我看我这杠在哪了 杠地 这样打能出来吗 那也没问题 OK 这个字段 确实删除了吧 咱们现在还有四个字段 刚才fullname呢 已经消失 OK 再接下来 咱们把player 这个字段名 由player呢 变成NBAplayer 大家请看 就这个字段名 把这个字段名 变成NBAplayer 这个字段名 好不好 我们试一下啊 renameplayer2 NBAplayer go 好 看一下啊 杠地 看一下表结构 大家请看 变没变 刚才是player 现在变成了NBA下号线player 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不错 但是咱们一般在这个真正业务事业过程中 经常不要变表明啊 你变表明 所有的这个代码 原代码都要改啊 所以说 尽量不要做这种操作 只不过是说 数据库给咱们提供这种可能性啊 好 咱们再看啊 我现在把NBA球员这个字段的类型 255觉得浪费了 干什么 把它变成100 没问题吧 试一试啊 够 好 再看一下 诶 怎么样 刚才的RO5 现在变成100 换说这个字段 这个数据库的字段 给咱们省了很多的这个空间 非常的不错 这个倒是有可能 根据咱们业务的这个需求 来调整这个字段的长度 这个经常会涌到啊 好 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在这个NBA球员名称上 建一个索引 试试啊 因为我这数据只有一条嘛 所以说 咱们查不查的 看不出来这个快慢 你们比如说有数据库有过这个几百万条 那就立刻看出来的索引的好处了 好 我现在加完索引 咱们再看一下 杠地再看一下 大家请看 加不加上 这个地方 这是Btray算法 加了一个索引 NBA player的这个字段 加上一个NBA下滑线 player下滑线 index 就是咱们起的这个索引名 没问题吧 索引加上 那换句话说 以后咱们在 slack的检索 以NBA player这个字段进行检索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库会非常的快 但是也有问题 在追加数据时候呢 会影响数据库的性能啊 所以这是一把双刃键 请您注意 好 咱们加完索引之后 再干什么 删掉呗 drop index 空格 加索引名 就能够删掉 试一下 go 好 看一下 怎么样 没有了 没有了吧 删掉了 咱们现在索引就剩一个主key 然后呢 就不再有其他素人了 好 这是今天我给您介绍的 基本的表结构 以及素人的使用方法 不知道您 听见没有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 您呢 自己呢 把我的命令 敲一下 就能马上明白 他的使用方法 其实我这些命令 不是说只有这个ponsor grid可以使用 mycircle sicle server oracle 都可以用啊 只要您能想到的 关型数据库 几乎都通用这些个 SQL的标准的SQL文 所以说呢 推荐给您 一定要记牢 好 那么今天我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供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